刚才我们在登入Gmail账号之后 投像图示的这个地方 或者是名字的这个地方 按我的账户 然后刚才不是找个人资讯和隐私权这个地方 管理你的Google活动 刚才我有请各位先跳过这个 前往活动控制项 先去往下一个前往我的活动页面 各位来看一下 活动控制项又有什么东西 几乎你有很多小细节 定位记录这没有话讲 这个之前我们有跟各位讲过 手机可以看定位记录 来装置资讯也可以管理记录 你的装置有什么记录 这个东西有兴趣各位再去看一下 我先倒回来好了 我想要给各位讲一下 你连启动了声音跟语音 都有 比如说像你我们之前有教过OKGoogle 你讲你到时候透过语音讲的 或者今天你在传LINE 你今天LINE你用语音讲的 也会进来 你看哦 管理记录 你看哦 昨天晚上我对我太太讲 到了可以下来了 因为她去有一个地方上风沸车 然后呢 那因为下大雨 昨天下大雨 所以我开车去载她 我已经到了 我就用语音讲说到了可以下来了 她居然都可以记住了 我现在才发觉她居然都记住了 你看然后 然后OKGoogle 我以前不是常常说 寄简讯给网宇充 然后甚至我们OKGoogle 有做语音换算了一万美金 它会换算很多台币 它都记录了 OK 所以你看 Google都帮你做这些记录了 所以呢 你看 当然所以 这边还有网路跟应用程式的活动 定位记录 中置资讯 语音跟声音的活动 还有YouTube的搜寻记录 来看一下我 我到底搜寻 有点冒险 怕很多影视被各位看到了 来 你看 我搜寻看什么 姐妹会 那个WTO姐妹 会最近在看 跨年直播 柯南五分钟 什么孔联顺 然后王大锤 这有些YouTube 什么 这有时候打错 连搜寻打错字 居然 这都跑出来了 你看 舅舅猜英文 然后上次 上周 我们是介绍 这个影片给各位 你看 这边都出来 所以 连你看YouTube的影片 你搜寻什么 都有 这个我不是用语音 我是打东西的 搜寻尽量 都有 也都出来了 然后 你看YouTube的观看记录 还有很多 你看 这些记录在这边都看得到 很可怕 各位知道 自己就有 可以保障自己的安全 OK 好 来 各位再自己练习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